这段是说明Cshop学习笔记 PAR-A 教你使用 IF单程判断 跟 IF-L 多程判断 图文教学网址贴在 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 此轮 播放速度条1.25 可以加速观看 支持一下这个教学频道 点击一下这个订阅按钮 好谢谢 这个IF判断 大部分会用在 字串比对是否一样 就是左边跟右边 然后比对 左边跟右边 内的值 它的大小 还有那个 布林做奇标 或者是做开关用 还有其他的 方式 但是大致上是这三种 接下来是 Key代码 打开Visual Studio 建立新的专案 然后先用DOS模式 下一步 Example 范例 以赴 建立 好 那我現在是要在這個 名稱空間上面 滑鼠右鍵 加入 類別 就是用物件的方式 就是練習 這樣 點擊一下類別 然後 if stay t men stay 看一下有沒有拼錯 if stant stant t ennt s t s ok t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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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44A大于50 条件达成 条件为真则大于 然后Return Return 1 然后再过来 组入口的部分 将 移付 这个物件的代码给 Return 然后初始化 这个 就直接改这个 80 上位浮 女时 一个 small 点 方法 方法是动词 有动作的 80 OK 储存 执行 好 没错 就是80 这个数字 是大于 80 是大于50 值得 好 好 那 那个 先停一下 要key一下 那个 注解 注解 因为这个注解要key 蛮久的 那我先暂停一下 先key完 刚开始学 csharp的时候 这个注解才需要key到这么详细啊 后面大致上你只需要key 摘要 还有方法是做什么用的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说明一下这个大于略的流程 定义一个bixsmall 将 那个 ifstemments 这个 里面的代码给bixsmall 然后这个是初始化 这一串的意思参考一下这里面文章底部的笔记 跟视频 好 那个主控台就是 那个dose模式那个视窗 列印 那这个是动词 就是列印一行 把结果打印出来啊 好 那这个是自串 那这站位服 这个 这个 这个物件 这个类 里面的这个yes no 这个方法就是动词这个 然后将80这个参数 这个间接传值 放进来 直接丢到这里面来 然后80嘛 80再丢到这里面 80大于50吗 对 大于就是真 真的话这个b 好这个字串这个b 他预设值是小鱼嘛 他就会变成大鱼 然后return 将值返回 返回给 这个 然后他就会再丢过来这个站位服这个 就是80大于50 他的结果就是这个 80大于50 好 那这个也可以改写成 假设说结果只有大于跟小于的话 那这个b 我们给他一个空 这样子 定义一个用来存放自串的变数 然后else b b 等于 等于 好 这样子 好 刚才忘了说明这个 乙符的 差异 就是 有没有乙符跟没有乙符 的那个结果 我先把它改回去刚才的 好 这个变 b等于 小于 然后这一串 那个 ctrl加k ctrl加斜线 把它注解掉 储存一下 跑一下 有没有 他这个b 小于50 有 有直行的 那个结果有过去了 好 那这个乙符有跑吗 有跑 但是b他没有改 好 好 现在把它弄回来 这样子 ctrl加k ctrl加斜线 好 这个大家可以去自己试一下 然后这个 地方 清空 跑 好 好 又跑乙符了 他变大鱼 好 这样子 就是自己让一下那个 把它这一些改一下 自己让一下结果 这样子 好 做一下差异比较 就是 你改动了什么代码 他出现了那个结果 是什么 这样子 好 就是差异比较的话 比较好学习 那接下来是使用这个if else else 这个多层判断 好 来改一下 那这个地方 把它 再多加一个 if 好 那这是条件是 黑 等于等于 50 b 好 好 等于 大于 小于 OK 好 那这个地方 int 好 定义一个整数 定义一个用来存放整数的变数啊 好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地方 7 改一下 这个就是间接传值啊 这个值 丢过来给他 这个地方 改一下 C 这个地方 占位符 0 这个地方 1 OK 知性结果 好 等于 好 那这个地方 改 90 好了 90 90 大于50 有没有 90 大于50 那这地方 改30 它变30 小于50 好 K 下注解 可以 定义 定义 一个 用来 吃 存放 整数的变数 好 好 这样子 好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这样子 这边 就这样 好 没有变 好 那这个 前面的他run的那个顺序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有没有 C的这个整数 放过来这里 然后 他会去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 找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这个动词 yes 然后 这样 C的值 比如说是 30 30 然后 丢进来这里 丢进来这里之后 A等 等于 30 等于50 这个就不对 30 大于50 也不对 这是假 这两个都不对 那 这两个都不对 那一定是小于 这样子 然后再将结果 这个小于这个 这个 这个字串 赚回去 丢回去 丢回去给他 然后再 丢进去这个站位符 这个 那这个C 一 这个整数的站位符 他变0 那这个站位符 0 1 2 3 4 他有顺序的 你不要弄错 他是这个 0 给他 然后这个是1 给他 这样子 你不要弄错 所以说一定要改一下 这样子 他站位符是有顺序的 好 好 那接下来是复习前面的 专有名词 好 就参考一下这个图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摘要 访问权限 那这个就是那个定义 字串 返回值 的方法 这个 名称空间 或者是命名空间 那这是引用 或者是叫做参考 参照 那这是 以符 判断 那这是 返回值 这一整串叫做 以符 乘数式 或者是叫以符语句 那这里面的叫做 条件 条件4 好 那这个是静态 那这是 没有返回值 主入口 参数 或者是叫做引述 它的作用是什么 什么 间接船只 就是我前面 那个做的范例 就是东西丢进去 它到哪里 它到这里 到方法的 这里 之后 再丢进来 这里 进阶船只的作用 这样子 然后这是物件 方法 站位符 然后 变数 这变数 物件 方法 参数 这些 这些都要知道 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讲一下 学习笔记 前面解说跳了一个太快 这句忘了 那个 特别的强调 在 跟之前的那个文章 变数交换 那一篇 我有讲 这个我们学西夏浦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 暂时存放 另一个叫做进阶船只 这两个是被大量的使用 像这些通通都是暂时存放 这个都是暂时存放 这个都是暂时存放 什么定义啊 声明啊 这些 这个叫做暂时存放 就是开了一个什么东西 把 那 你指定的东西放到 这个里面 开了一个什么东西 把指定的东西 放到 这个里面 那个叫做暂时存放 那还有一个叫做间接船只 他是 就是 暂时存放跟间接船只 这两个在西夏浦里面是大量被使用 那这个间接船只 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参数 像这个参数 就是方法后面 方法后面小括号的那个东西 里面的东西 方法后面 方法后面 小括号里面的东西 他 在很多的文章是叫做参数 那有的地方是叫做引述 那他是什么作用 他叫做间接船只 他是把直 像前面讲的丢过来这里 然后又丢进来这里 这个动作叫做间接船只 这样子 好 ok 那接下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专有名词 这个专有名词 好 他是翻 乘数式 if 乘数式 或者是叫做 有的地方是叫做 那个 if 语句 是这样子的 你要 理解一下这个专有名词 因为很多的 你去看那个 比如说书好 你买了一些 Cshop 的书 或是参考别人的文章 或者是一些pdf 的那个文件档 他们都里面 通通都是专有名词 那 他们都是用专有名词 你刚开始根本看不懂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 他是 他是指 是 他代表是什么 他是代表是指 是 他 到底在讲什么意思 那个专有名词 到底是指什么东西 是这样子 我们要 明白 所以说我在很多的文章 前面的很多文章 我都在讲 我们是在学 我们不是在学Cshop 我们是在学专有名词 跟专有名词怎么用 那这个专有名词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很多的文章 书 或者是pdf文件 他们通通都用那个 那个专有名词 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 那这个 你看到这个 他就是指 乙符 乘数式 那他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地方 这个乙符叫做乙符语句 他是代表这一串 好 这个 他代表的是这个 乙符 这样子 这个叫做乙符乘数式 或是叫做乙符语句 是这样子 好 这样子 好 这一整串 就是 什么 等于 大语 然后 这两个除外 ls 这个 就是这两个条件 不符合的时候 就是 那个 将b等于小于 这个 这个叫做乙符 乘数式 乙符语句 这样子 好 那后乙符 后面的小括号 这个叫做条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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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式 好 条件式里面 那个 条件式中间的那个符号 叫做运算字 好 这三个东西你要分清楚 这一整串叫做乘数式 这一整串叫做乘数式 条件式 然后里面的这个东西叫做运算字 好 他有三个专有名词 要分清楚 好 那 你的笔记 抄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 你只要 听一次 两次 三次 你就明白了 但是 这个 是在写代码的时候 有时候会搞混 非常容易搞混的 是这个不等于 或者是这个小于这个部分 小于等于 大概是这三个 比较容易搞混 就这样子 因为 这是一个逻辑的问题 逻辑的问题 所以说你要抄一下 那这个 这个就是前面这里 这个 我有整理出来 那个连结 他里面 有中文 他有中文的翻译 跟范例 可以去参考一下 比如说是 等于 比较运算值 我为什么写一下这个 在这边写这个 比较运算值 比对运算值 匹配运算值 因为 很多的文章 PDF文件 或者是书 他那个 用的专有名词不一样 但是他通通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他的专有名词 不一样 他有的地方叫做比较运算值 有的地方叫做比对运算值 有的地方叫做比对运算值 有的地方叫做匹配运算值 但是他通通指的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要理解一下 你要了解一下 好 然后他这个地方 等于比较运算值 就是这个等于等于这个符号 不等于 比较运算值 有没有 他又有一些专有名词 然后这个比较运算值 有小于运算值 大于运算值 小于等于 小于大于 那你自己用一个笔记这样写一下 好 这个是在T代码的时候 你突然搞混 那赶快把那个笔记翻一下 把这个翻出来 那这等于等于 这个是OK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左边的等于右边的 那这大于也没有问题 左边的大于右边的 这也没有问题 但是小于他变成这样子 那你这个地方 要自己写一下范例 2小于7 有没有 这个在我们逻辑上 有一点那个很容易去搞混 好 这个搞混 这没有办法 这个你只能key那个代码key久了之后 你才比较明白 还有这个小于等于 大概是这个不等于 有没有 左边不等于这个 这个 左边不等于右边是真 这个很奇怪 有没有 这个是在逻辑上是很奇怪的 这个不等于就是假 但是他是变真的意思 他是一个反向的意思 明白吗 这个地方 你不要 因为这是单独的 那后面配合那个 或跟语 那两个逻辑杂 很多条件是一下去 两三个条件是 写在一整行 你就会搞混 要赶快把这个笔记翻出来 好 那这后面的时候会 你在key的时候 很容易去搞混 你要赶快把它 拿出来 那这个小于也是 但是 有没有 我们一般是 把大的东西放在左边嘛 比如说这个大于3 这样子 但是他这变成这样写 有没有 就是比较 有没有 很容易去搞混掉 这样子 像这样子 你这样写 有没有 你这样写就很容易去搞混了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 那个 原则上是我们人的逻辑啊 下去先去这样写 那但是有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一整排的 那个条件是比较多的时候 很容易搞混 那你就是要把笔记 那个拿出来 去思考一下这样子 好 这样子也是ok的 还是就是相反啊 就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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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小于54 但是这样写 比较容易搞混啦 所以说 我们就是把它这样写 我们人比较容易 那个 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个逻辑 下去写这样子 大概是这三个符号啊 这三个 不等于跟小于跟小于等于 这三个 好 要特别注意 那你这个地方要写一下范例 那个做一下比对这样子 好 那这段的说明比较长 那就到这 如果你要 抖内赞助这个教学频道 在YouTube视频的注解这边 有一个抖内赞助连结 好 点击一下这个连结 到这个页面之后 那个点击一下这个网址 或这个按钮 可以到欧富宝交易平台 好 到了欧富宝交易平台之后 点击一下这个 这个 在这个 框框可以输入金额 就是你要赞助的金额 200块或300块或500块或1000块等 好这边输入一下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填写寄送资料 到这个页面之后 红色的信号是必填 这边有红色信号 可以 第一个要输入的是姓名 手机 跟你的email 好 输入完之后 这边地方打勾 他会直接的copy过来 好 将姓名手机跟 那个email copy过来 那备注的地方 你可以填写 也可以不用填写 这没有关系 流控没有关系 好 这个地方打 记得打勾 我以阅读并了解 这个是服务条款 好 这个一定要打勾 打勾之后 点击欧富宝 付款去 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付款平台 呃 他这边提供了信用卡 欧富宝帐号 跟 欧富宝帐户跟 那个atm 一个是网路atm跟atm 柜员机 还有一个那个 超商代码 他提供了五种的付款方式 好 选择一种方便的付款方式 ok后 点击一下下一步 那接下来会跳到那个 一个页面 那大家再做后续的处理 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支持 LimarkChang教学频道 好 ok